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拳 奥特曼拿着一个硬币来面包超人的冰淇淋店买冰淇淋了 他说想要买两个冰淇淋呢 面包超人让他自己去挑选喜爱的冰淇淋 这里一共有四种口味的 他选择橙色和蓝色的 这是巧克力薄荷味的 嗯,巧克力真好吃 诶,下面的怎么咬不动呢 硬邦邦的,这是什么呀 里面还有东西在响呢 我们打开看看 哦,是一个变形蛋 哦,是一位奥特曼英雄的 大家猜到是谁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展开看看吧 手和脚都打开了 头在这个位置 哇哦,是很酷的赛罗奥特曼呢 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奥特曼 你们喜欢赛罗还是初代呢 接下来是橘子味的冰淇淋了 好好吃啊 这个肯定也是个玩具 会装了什么呢 也是一个变形蛋呢 大家看这个变形蛋的正面和我们的初代是不是很像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哦,太酷了 我们拿到了初代奥特曼的变形蛋 和它一模一样的 哈哈,太好玩了 来吃冰淇淋 还得到了两个奥特曼英雄的冰淇淋 这样子就可以拿来对付奥特曼怪兽了 走咯 哇哦,连巴尔坦西人都来买冰淇淋了 哈哈,他用钳子钳住了硬币 先把硬币给面包超人 面包超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呢 不过他猜到他也是想买冰淇淋的 巴尔坦西人选择了棕色和黄色的冰淇淋 这是焦糖奶糖味的 看上去很好吃呢 巴尔坦西人把冰淇淋吸了进去 可是这个绿色的蛋吸不进去呢 他觉得很奇怪 这是什么呢 里面装的也是一个变形蛋呢 看这个钳子和巴尔坦西人的一模一样 这会不会是巴尔坦西人的变形蛋呢 身体往后翻转 还有手臂这里可以打开 那我们变形完成 看到这是巴尔坦西人的变形蛋 黄色这个是香蕉味的 这里面又会是什么变形蛋呢 黑色的 脚上还有白色的部分 大家看出来是什么变形蛋吗 胸前还有两个黄色的灯 这是宇宙恐龙杰盾对吧 我们来把它展开 那它的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只有手还有脚的地方有白色 背上这里看起来像甲虫的壳呢 好啦最后是它的头 它的头上还有两个银色的角 可以代替退化的眼睛当雷达用呢 大家都知道杰盾是很厉害的奥特曼怪兽 哈哈巴尔坦西人也吃到了美味的冰淇淋 还拿到了强大的怪兽变形蛋 去对付奥特曼了 正好初代碰上了巴尔坦西人 巴尔坦西人说 它要派它的怪兽变形蛋来对付奥特曼 初代说 我也有很厉害的奥特曼变形蛋 才不怕你呢 奥特曼的攻击没用啊 到巴尔坦西人了 它的钳子好厉害啊 奥特曼倒下了 奥特曼说 他要去找赛罗变形蛋了 塞罗一脚就把怪兽踢倒了 真厉害 这也太狠了吧 去找杰盾 看看他们谁会赢呢 不好了 怪兽发起火球攻击了 赛罗被烧伤了 除代奥特曼的两个变形蛋都被他打败了 情况不妙啊 要找更厉害的奥特曼来帮忙了 纠集赛罗来了 他用手上的剑把两个怪兽都打倒了 太厉害了 巴尔坦西人灰溜溜的把阶段的变形蛋带走了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玩具故事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